生活组啊,又有这个时差党的家庭主妇啊,发帖子,人家还比较谦虚啊,人家没敢像缺姐这么嚣张啊,就来臭骂这些,国内职场臭傻逼嘛,缺姐就不客气啊,你这种就属于心眼不好,你们这种,是吧,心眼不好,自己又贱,又坏,这种人又蠢,那缺姐就是不客气,嘴巴就是脏,有着使着,没着受着, 这个时差党家庭主妇说啊,那我做主妇啊,纯粹是因为比以前上班的时候快乐,就当个树洞好了,家庭妇女本来就不伟大呀,人家就是比较谦虚啊,只不过呢,我以前啊,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太累了,每天负能量爆炮,在国企呢,干着一大堆琐碎又毫无意义的这种杂事,那缺姐以前啊,干的真不是这种 毫无意义琐碎的,那缺姐做的工作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,非常有成就感的,可是他妈职称不给缺姐呀,缺姐等于拉莫的驴了,啊,然后缺姐这广播说啊,家庭主妇为啥要跟伟大靠拢啊,啊,职场社畜也没跟伟大靠拢啊,分明跟贱和苦,啊,第一贱,啊,靠拢,穷,跟穷靠拢, 而家庭主妇分明就跟爽靠拢啊,啊,啊,目前为止啊,中国以外两个国家都有房的,时差等家庭主妇,缺姐表示,以后还要去第三个,第四个国家去买房,好爽啊,想住哪个房子就去哪个国家待几天,气死这些职场苦逼了, 这就是缺姐啊,就是说,你不要又贱又坏啊,又蠢啊,去窝里横,你们谷主,卖女人算什么本事啊,有本事啊,你们去上街去打男人去,杀男人去,都不敢,就这种怂逼啊,就是卖女人的本事,这种,对于这种臭傻逼,缺姐就是不客气,就是要卖啊, 原本就是一个沙龙,这种围 Vamos万怙 stero 这种本事吗,今天成功的了,一种 define,就是说讲卖语坜就是,这种一种的喷阔,就是有本事的关系 determin都 문제,我们这么找,